Hello 大家好 我是KK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日Vlog影片 我會跟大家分享 我如何在生理期間 擊退水腫大魔王的各種小撇步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我現在是鹹蛋潮人 我先皺著臉好了 因為我現在眼睛真的太走了 我們今天要來拍三個星期日Vlog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麼不舒服的狀態下 怎麼樣讓自己感覺舒服 和自己近自己的自己 再順一點 謝謝 這是今天的早餐 黃先生愛新奇阿煮黑咖啡 鮪魚 玉米蛋吐司 金黃芒果 黑媽媽招牌 煙蘿蔔乾品 薯餅 半熟蛋 威力打醬麵 蝦牌 蛋捲餅 非常時期 我就會很想亂吃 但我的方法就是 我把所有那種惡魔的大餐 拿來早上吃 這樣我至少還有一天的活動量 可以去充分的抵擋 可怕的熱量 這有時期 我就不會去想怎麼忌不忌口 大忌就是心情愉快 瞬間完食物 這一點點待會再把它舔光 吃完早餐 現在我就要來進行妝前保養 先用噴霧把整張臉噴濕 把一些睡覺的時候的代謝物 它濕掉之後 接下來我會使用保養油 因為我待會要做一個刮臉的動作 這個保養品就是它的延展性要夠強 接下來我就要榮總跟你們推薦 我的刮臉保養好朋友 MISS米康潤澤修護美容油 真的非常的好用 其實我已經回購兩瓶 今天呢 我就是要用美容油 來教大家怎麼樣 在我們皮膚很缺水很高 乾燥又很敏感的時期呢 來刮臉 做一些小小的修護的步驟 達到療癒皮膚 很溫潤的透亮感的效果 首先呢我會拿出我的那個美容油啊 滴在手掌心 指腹呢 輕輕的去把它揉開 先點在我要按摩的地方 我的做法是眼下臉頰 鼻翼兩側 我還有一個地方是眉心中間這一區塊 脫皮的很嚴重 然後還有加強我的下巴這個部位 最後再讓雙手輕輕的搓揉發熱 把整張臉的油暈開 然後脖子到我的鎖骨刮一下 讓我的代謝循環好一點 水腫就會消得快一點 你們看喔我會由內往外 刮我的眼睛下緣 大概八下 用這個尖尖的地方 去順著我的眉毛 輕輕的往上直直的 再順著眉毛的下方往外刮 那你們要注意喔 因為這是眼角周圍 那個皮膚比較脆弱 一定要輕柔 然後點式的按壓 到我的眼睛有一種 它已經慢慢的肌肉恢復彈性 沒有那麼強硬 就是眨眼可以站上的超快的時候 好 我就會從鼻翼周圍 這裡我就會有點用力了 我覺得這樣子刮有一種很快樂的感覺 然後因為油質地非常好 它又好吸收的話 你就會發現你每一次刮的時候啊 它就有東西滲進皮膚裡的感覺 舒爽 我剛剛呢 就早上起床 這裡就有一塊過敏 可是到現在為止 我已經刮完整張臉 並沒有出現其他的過敏的狀態喔 就是其他地方都還蠻精華的 然後皮膚整張呢 就是有一點透亮透亮 就是有這種打亮的感覺 你們有沒有感覺 我現在皮膚有這種拋光的效果 那除了呢 按摩整張臉作為保養的一個修護品使用以外呢 我覺得它還有一個 我自己個人覺得蠻好用的特殊功能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覺得在這種體味會比較不一般的時期啊 如果你希望身上也是那種透出很自然的療癒的香味呢 你可以一樣就這樣 大概半滴左右 點在哪裡 你的耳後 鎖骨頭 然後從內側這樣輕輕的推出去 輕抹你的手肘 就是這種很容易乾裂脫皮的地方 它可以這麼百搭吧 好用 我覺得對我來講也真的很重要耶 現在我們在忙碌的生活 很需要這種多功能的好朋友 讓大家再看清楚一點 你們可以自己上網找 對這個時候啊 就是不要太複雜的香味 不要太複雜的程序 身體就是化繁為簡 然後呈現一種很簡單的舒服感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女生在生理起藥的 就只有這樣耶 我們每一天的排程大概是早上 八點以前起床 然後十點的時候呢 會跟公司的同事開一個程會 中午大概就要開始進行各個廠商的視訊會議 下午呢就會來準備上課 晚上呢是會有我們的 KIMI FUN美食運動的線上課程 每一天都是行程滿滿的 不管生理期有多不舒服 你不太可能因為這個理由去請假 所以我就在IG系統上啊 問大家說 你們最討厭生理期的什麼狀況 結果那個鬼影啊 如雪片般的飛來 生理期的不舒適排行榜 痛 肚子痛 頭痛 腰痠背痛 氣 暫氣 情緒爆氣 會很洩氣 動 臉上會長痘痘 身體會長痘痘 背上會長痘痘 然後你感覺自己很好動 挺像鬥雞醬醬醬 搓他的那種動 肝 皮膚乾燥脫皮 這麼多人跟我有一樣的煩惱 所以就會覺得說 喔我有點不孤單 對 我是你們的生理期好夥伴 好那我們就看下去囉 後天回 不要變彩虹林 那個是重心不一樣的 我們要來叫大家性感舞 忙了一天 終於來到今天的尾聲 晚上如果不好睡 旁邊的人就是說 你真的睡不好嗎 我超討厭被講的一句話 然後你看起來就是氣色不好 所以我就會幫我自己安排幾個 睡前必備的事 第一件事情呢 一定要放鬆你的肩胛骨 我的bar的位置 就放在內衣扣環的位置 然後兩隻手一定要包緊 膝蓋全身要併 慢慢的捲起來 然後再慢慢的 兩下 有種被生長開來的感覺 之後呢 腳跟跟你的腳這樣定住 重複上半身是一樣的動作 慢慢的捲起來 慢慢的收緊 慢慢的做起來 伸展完僵硬的肌肉之後呢 我最期待的一趴就來了 我每一天睡前啊 我都會幫自己好好的按摩 都是關於我隔天起床的時候 有沒有呈現出一個神清氣爽的那種 紅潤的樣子 你要按摩的時候 如果乾按 其實就會有一點摩擦力 那個阻力太大也不舒服 所以我就會用一點美容油 來幫我讓身體更滑順 你知道這個步驟也滑溜齁 整個人就是心情也很滑溜 首先啊 一二三 走柔柔 先讓我的手掌發熱之後呢 腳脖子 小腿肚 還有一個膝蓋頭 但它很快就吸收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有的延展性要很好以外 它也要好吸收 而且重點是香味 我比較喜歡木質一點的香味 它融合我的體味在一起的感覺 是比較隱隱在裡面 然後這樣慢慢滲出來的 而不是那種 就是侵略犀牆 然後呢 你就會用你的指關節 拳頭 收手握拳 就會從我的腳脖子後側 不會這樣摩 我就是定點 身壓 補伏前進 就會這麼 唱很快 然後不會來回 就是游一下往上 很慢很深的 滑四次之後呢 游一下往上 然後是快 再四次 如果還有一點點油的話呢 我覺得膝蓋頭啊 就是它要呈現一個 皮膚很光滑的樣子 不可以皺皺 因為我覺得 臉是第一印象 然後腳是第一印象 裡面 人家的眼角魚官 會去掃射的重要部位 然後特別的膝蓋 夾腿完了之後 腳底板來了 你看喔 手都還是有一點油油的 四丁 一隻腳 多划算 你們看我就會把腳底板這樣拉起來 往上扳一下 往下扳一下 全身上 在我們這麼重的身體 承受力最大 是你的腳底板 跟腳底板 特別是我們女生常常有時候要穿更型 所以我會這樣子喔 就是如果RUN比較好 可以跟我一樣 就這樣舉起來 你要穿很深 深深的給它插進去 然後你的腳還要劈定住 不要亂轉 弓起來 然後再壓 然後弓起來 然後再壓 這樣來回 我大概會做個八次左右 然後速度就是慢 你的感覺是往下壓 往上勾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的身後 基本上這樣一隻腳 就完成了 我讓你們看一下比對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子兩隻腳 亮度差很多 這就是一個好睡的腳 兩隻腳 消腫程度就不一樣 今晚請問你要選哪一邊 你們是不是會很好奇 我到底用了什麼神奇寶貝 在選牛的時候 我覺得一定要含有這四個成分 只要這四個成分加在一起 並出一種很舒服 好像你走進那種很高級的 SPA的感覺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想的沒一定懂 睡前按摩的時候 選擇那種很好吸收 就是你的身體有滋潤到 可是又不會游到 你覺得要再去參與製造 然後就可以準確去睡覺了 那希望大家喜歡 我今天一整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在生理期的時候呢 我會怎麼樣好好的去寶貝自己的 這一些很重要的小心得 如果大家的反應風風烈 我還可以再拍一個更細節的 生理期消水腫的系列影片 因為我就是多年以來 生理期我還是要上鏡頭的 工作 所以我對這件事情 真的蠻有心得的 那如果喜歡我這樣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訂閱的時候 記得開啟小鈴鐺 最重要的是留言按讚 也跟我們分享這個提感 好不好 掰掰